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婆,我回來了 有得吃了嗎?很餓了 把肉也吃了 老婆,我的肚子都扁了 開了餐了嗎? 那什麼? 肉還沒解凍 還沒解凍? 沒解凍嗎? 拿熱水放不下 等等,千萬不要用熱水 為什麼? 這個熱水一錄也有肉 待會肉的營養都流失了 你只能吃,我肚子裡的B 不能吃 肯定是B比較重要 沒有人工作成就太好看我 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嘉嘉 在約常生活當中 有些人為了令豬肉快速解凍 或者覺得豬肉肥軟軟 想砍掉油 就會拿熱水去浸泡它 但是有些街坊朋友 又好像片中的那位 師奶有一樣的擔憂 就覺得用這個熱水浸完的豬肉 會不會令到它的營養流失呢? 這個說法又對不對呢? 調查有關煮飯的話題 當然是要問我們的師奶 這次我們的工作人員 去到一間嘉靖中心 看看從事嘉靖的師奶冰團 和不同意熱水解凍冷凍肉 會導致營養流失的這個傳言 在我們這次投票之中 所有的阿姨都一致投票是會的 看來大家都非常相信熱水來解凍冷凍肉 是會導致營養流失的這個說法 那進行實驗前 我們的嘉嘉來到市場取養 那她在市場買了什麼 作為這一次實驗的樣品呢? 蹭蹭蹭蹭 那剛才我親自去了市場 買了一塊新鮮的便宜的豬肉 那我們現在馬上把它帶回去做實驗 為什麼這次我們採用豬肉 作為實驗的樣品 而沒有用其他冷凍食品呢? 那是因為我們在事前 已經向專家了解過豬肉的營養價值 就是一個是脂肪 一個是蛋白質 裡面還有一些維生素 像維生素B、B組 還有就是鐵、礦物質這一類的 豬肉的名字又叫豬肉 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和脂肪 碳水化物、鈣、鈣、鐵等成分 其中它的蛋白質屬於優質蛋白質 含有人體全部必須的暗基酸 所以豬肉可以為人類提供優質的蛋白質 也就是大部分人接觸最多 使用最多的食物 既然我們調查熱水解凍冷凍肉 會不會營養流失 我們這次用它作為樣品 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豬肉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最常吃到的肉類 有些人為了貪方便 一餐買回來的豬肉 就分成幾餐吃 吃不完的那些 就很自然地投入吉凍了 吃的時候 再拿出來 就會用熱水拿去快速解凍 但是這種快速解凍的方法 是否會令到我們的豬肉營養流失的呢 我們立刻來做實驗 在實驗前 嘉嘉先對豬肉做預處理 他將買到的這塊豬肉 均等切開三份 並將三份豬肉中的其中一份 作為空白對焦組 放入冰箱的保鮮室 另外兩塊豬肉 直接放入冰箱冷藏室 三塊豬肉在冰箱裡冷藏一晚之後 將它拿出來 然後就立即開始我們的解凍實驗 我們馬上就將這兩塊豬肉進行解凍了 分別呢 就將其中一塊放入這個熱水 解凍 大家可以看到 一放入它的時候 感覺這塊豬肉 是有明顯地被綠熟的感覺 肉質就開始化白色了 我們現在就將第二塊放入二毫燒杯 在兩分鐘後 主持對樣品做人作解凍檢查 發現用熱水解凍的三毫樣品 外層的肉色變化 用手拿起來的時候 發現這塊肉中間 還有沒有完全解凍的 杯中的熱水 也都由透明變成白色混濁 而且自然解凍的二毫樣品之後 內層變得柔軟了一點 但是整塊肉還是處於冰凍的狀態 現在時間過了三分鐘 即是前後用時 還是五分鐘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 兩塊豬肉的解凍情況 首先來看看這一塊 三毫仔 放在熱水裡浸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 剛才浸兩分鐘的時候 湯色是更加濃的 都是很辣手 煎過了五分鐘之後 它是不是已經解凍了呢 正經過了我的多年的經驗 判斷這塊豬肉 應該是已經完全解凍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二毫 放在一個質熱燒杯裡 沒有做任何處理 其實跟剛才兩分鐘的區別不大 雖然現在已經解凍了五分鐘 但是它的心也是很硬的 在三毫樣品完全解凍的二十五分鐘之後 我們再次檢查二毫的樣品 發熱這一塊豬肉完全柔軟了下來 無論是怎樣拉扯 都是由人有餘的 因此判斷二毫樣品 終於完全解凍完畢 也就是說 自然解凍等量的豬肉 需要花給熱水解凍多六倍的時間 在豬肉完全解凍之後 我們將三個樣品分別標記 其中空白對照組的是一號樣品 自然解凍的豬肉是二號樣品 熱水解凍的豬肉是三號樣品 在對樣品標記完畢之後 就將這三個樣品送到專業的機構 檢測各自的蛋白質含量 平時我們在解凍肉類的時候 為了加速它的解凍時間 就會將肉放入熱水裡浸一段時間 這個做法會不會令到肉類裡的蛋白質流失 檢測結果會是怎樣 我們馬上去看看 根據檢測出來的數據顯示 三個樣品現在的蛋白質含量餘下 一號樣品每100克是27.3克蛋白質 二號樣品每100克是27.3克蛋白質 三號樣品每100克是26.99克的蛋白質 根據結果來看 用自然解凍法解凍的豬肉 蛋白質素質 和胸白對焦的豬肉蛋白質含量是一樣的 而用熱水解凍豬肉的蛋白質 含量確實是有流失的跡象 整個結果表明 用熱水浸泡來解凍豬肉 真的會令到當中的蛋白質流失了一部分 那問題就來了 為何用熱水浸泡過的肉類 它的蛋白質會流失的呢 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找到了食品營養科的馬立麗老師 為大家解答 在豬肉的肌肉組織裡面 它的蛋白質呢 一般可分為肌溶蛋白 還有肌凝蛋白 肌溶蛋白它比較容易溶於水 那麼當豬肉在熱水裡面泡的時候呢 可能就有一部分肌溶蛋白溶於水而流失了 經過上面的一番調查 熱水解凍冰凍肉導致蛋白質流失的這個傳言是真的 但是講到這裡就有個問題了 熱水解凍是否已經影響了這一塊冷凍肉的食用價值呢 用熱水沖洗的時候 肉裡面的蛋白質確實會有一部分流失 那麼但是流失的量是非常小的 我們一般可以把這部分可以忽略不計 同時馬老師都跟我們說 如果我們遇到了必須要用熱水解凍冷凍食品的情況 還是擔心這個營養會流失的話 那可以在解凍冷凍食品的時候 可以用容器裝著豬肉加水解凍 既然專家都說了 用熱水營養流失得少 那沒問題了 你不知道嗎 冷水比熱水還要解凍得快 我就不相信了 是不是 你不相信嗎 不相信嗎 嘉嘉 到底冷水快還是熱水快 不不不 作為一個專業的調查員 我們是不可以妄下結論的 所以我們都是通過實驗來說話 在實驗前 我們還是看看 精通家頭細毛的嘉靖阿姨 她們是怎樣看的 熱水嗎 能選擇 謝謝 經過投票 只有一位阿姨認為熱水解凍會比較快 但有時真相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 那究竟是熱水解凍快呢 還是冷水解凍快呢 阿姨仍然是來做一個實驗 一探究竟 好了 那現在畫面上 就放著兩塊冰冷的豬肉 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手大力地擀它 它是擀不動的 如果擀開的話 是不會很痛的 那我們現在就嘗試一下 到底是冷水解凍比較快 還是熱水解凍比較快 那我們準備了兩種燒杯 一號杯和二號杯 首先我們會在一號杯 倒入常溫的水 也就是水喉水都可以 那為了實驗的科和嚴謹 兩個杯都是裝著400毫升的冷水和熱水 並且將份量、形狀、溫度 都是一樣的兩塊豬肉 分別放入兩個小杯當中 好了 現在就經過了兩分鐘的時間 我們現在看看兩個豬肉的情況 首先來看看放在一號杯 也就是一些普通的水 就是常溫水來的 這一塊豬肉 不知道為什麼放了這段時間之後 顏色都是有一點泛淡色的 但是它的水都是比較凍清的 那我們先將它夾起來看看 先看看 大家看看 它是可以做瑜伽粗的 非常之柔人柔軟 那我們初步判斷 它應該是已經解凍了 我們先放在一邊 然後現在 再將另一塊 浸在熱水上 來看看它的情況 切這邊的一塊 用熱水解凍的 我明顯感覺到 切到中間的地方 有些好像在切丁的感覺 大家看看 我切開它之後 中間這個位置是硬的 從我們今次的實驗來看的話 得出來的結論是非常明顯的 同樣是用時兩分鐘 但是放在凍水裏面解凍的豬肉 是完全不解凍的 但是放在熱水裏面解凍的 這塊豬肉 它的身體都是未完全解凍的 所以也就是說 凍水解凍是比熱水解凍要更快的 事實證明 要解凍同分量和溫度的兩塊豬肉 凍水用時確實是三微短一點 但是為什麼凍水解凍比熱水快的呢 我們帶著問題找到相關的專家 因為我們如果用熱水來解凍的話 它熱水外邊的溫度和這個 凍結的食物的溫度之間的溫差很大 這個溫差很大 導致食物的外層很快地這樣解凍 解凍就會上升到溫度以上 所以它對裡面吸收熱量就會有一個阻礙作用 原來在我們用熱水解凍的時候 經常是食物的外部先化解 這樣先化解的食物 外層就成了全熱熱了 而熱量是由外向內傳遞的 令到冷凍食品內部的溫度差較大 導致所洗的時間稍為長一點 而在我們用凍水解凍的時候 食物的外表面會形成一層薄冰 這個時候冷凍食品就好像固體倒熱 所以全熱快 這樣肉內部的溫度差少 所以可以更快達到解凍目的 平時炒菜煮飯最糟糕就是解凍急凍肉 你說不解凍它直接切 簡直無從下手 但是如果解凍了它的話 時間長到暗磨到你都橫了 你說如果平時沒什麼事做的時候 讓它解凍都沒什麼 但如果急起來上來 真的想它一秒鐘即刻解凍 那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快速解凍的呢 那我們同樣也都向嘉靖阿姨調查一下 他們在多年的工作經驗當中 應該會有解凍絕招吧 你說 用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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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最低檔的那一檔 鹽水 放在日本那裡兩個人子那裡 是這個 通過我們一輪調查 發現這些阿姨用的方法都幾相似的 總結起床就有三個方法 分別是鹽水、鼻孔爐和鋁盆 講到煮飯這家 肯定各位主婦都滔滔不絕的 剛剛我們都在他們那裡搜集了幾種 比較好的解凍方法 到底這些方法有沒有用呢 如果說有用的話 有哪一種方法會更勝一籌 原來平時大家都是這樣來解凍的 這三種方法是不是真的會快很多呢 如果都可以能夠快速解凍 這樣最快最好的解凍又是哪一種方法呢 同樣我們提前把份量、形狀、溫度 都是一樣的肉 放入冷藏室冷了一晚 第二天再拿出來 下面實驗就交給你了,嘉嘉 其實我就是一個很典型的食物獸 無辱不歡 所以我看到今天實驗這麼多豬肉 我已經 快點了,早就吃熱了 好,沒那麼充滿了 好了,我們馬上就要來做一個最強解凍大肺的大腿碰 現在在餐廳裡的三個選手都已經準備了就緒 而且他們的狀態是非常好的 正常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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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攪拌至溶化 就可以把肉放入鹽水裡 然後在鋁盆解凍 我們只需要把肉放在兩個盆中間就可以了 最後是微波爐解凍 之前的阿姨就再三強調 用微波爐解凍的時候 一定要用最低檔 而根據準備的這一塊肉的份量來看 我們將嘉儀的時間定在30秒 我們現在就看看它的解凍效果 更容易了,壓住了 這個圓表好像有點軟 大家可以看到了,經過了30秒 是短短30秒的時間 這一塊豬肉已經完全解凍了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用鋁盆 壓住它的這塊豬肉是怎樣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有些雪水是溶解了出來 出現有些雪水,比較有血 外面是軟了一點點,但心部都是很硬的 所以應該是明白的 用鹽水去浸的豬肉,看看它的情況是怎樣 比起那塊用鋁盆壓住的 比起那塊用鋁盆壓住的 它是要再軟一點點的 不過,心裡面都是有點硬的 我們拿開那個盆 和剛才比,雪水是更多了一圈了 好,豆腐肉都均勻了不少 但是,火是倒進去的 它心部的凍是有點硬的 所以還是未完全解凍的狀態 我們再把盆壓下去 我們再來看看這邊用鹽水浸的豬肉 嘩,煮豬肉很軟 各位觀眾,大家可以看到了 經過了三分鐘之後 這塊豬肉已經完全解凍了 這次應該看到了 大家看看 已經可以在中間的地方 吹一下吹一下 它是可以動動的 肉是比較鬆動 可以活躍起來的 不像剛才那樣硬斑斑 所以判斷它 解凍成功了 其實,雖於這個實驗 當眉波爐裡面解凍 比較快速可以理解 但是,為什麼在鋁盆 和鹽水裡面解凍 都可以有這麼快的時間呢 到底是為了什麼 它的鋁盆 它的導熱性能 是非常好的 在金屬裡面 這個鋁盆的導熱性能 是攪攪者 我們將這個冰檬食物 或者是觸動物 在貼著鋁盆的時候 它的鋁盆有足夠大 散熱空間就會很大 我們發覺用食鹽進行解凍的話 用鹽水進行解凍的話 它的效果會非常好 因為觸動物吸收 裡面的水分子吸收了鹽以外 它的冰點 它的營護點就迅速降低 我們發覺這個食物 它不是在零度 就可以溶解 它是低於零度一樣可以溶解 根據專家所說 我們知道用鋁盆解凍 凍肉是利用了鋁製品 極強的導熱性 將凍肉的兩端緊貼在鋁鑊上面的時候 凍肉就通過鋁盆迅速 和周圍的空氣做熱交換 不停的熱交換之後 凍肉就會在很短的時間之後化開 用鹽水解凍的話 是因為鹽水不單止可以加速冰的溶化 而且不會滋生細菌 而微波爐解凍是用熱水解凍一樣 利用了冰受熱溶解的原理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 生活調查團這個節目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期都可以學到新的東西 就好像剛才的實驗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 微波爐是最好的解凍法 但是不是所有的急凍食品 都適合於用微波爐來解凍的 不同的冷凍食品 是採用不同的解凍方法的 例如魚板、麵包、點心、冷凍起酥皮 就適合用這個常溫解凍法來解凍 而好像海鮮、貝雷、肉類等冷凍的食品 就應該從冰箱冷槽室裡面 移到保鮮室解凍 另外這一類的食物 還適合用流水或者鹽水解凍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 不可以令到冷凍食品直接浸入水裡面 而微波爐解凍法通常 比較適合用於 加熱之後可直接食用的冷凍食品 例如炒飯、意大利麵 現在市面上 就各式各樣不同的冷凍食品 好像有冷凍衣麵、 冷凍蝦仁、 冷凍雞肉、 冷凍意粉 還有雲吞、餃子、 湯圓等等等等 各式各樣口味不同 任君選擇 而且這些食品還要是 煮起來很方便 衛生和價錢都是比較實惠的 所以都是頗受街坊朋友的歡迎 但是有哪些冷凍食品 是無需解凍可以直接拿來煮的呢 冷凍食品除了種類多多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烹飪方式 好像鑊鐵、蘿蔔糕等 這些調理前是不需要解凍的 不過在煎冷凍鑊貼的時候 多放些油 將鑊貼直接排入鑊中 用中火煎幾分鐘 再倒入少量的熱滾水 加上這個鑊蓋 等到水乾 大火略煎10秒就可以起鑊了 如果是水餃、魚板等 不需要解凍 直接放入滾水煮就可以了 好像pizza、西點麵糰等等 就要從冰箱裡拿出來之後 至於室溫當中解凍並發酵 並依照外包裝上面的說明 調整明波羅溫度 需要用蒸的冷凍食品 必須先解凍 在使用的前一日或者前五個小時 先放在保鮮室裡面 等它解凍恢復柔軟的狀態 蒸起來才會好吃 而冷凍的海鮮、貝類肉類 都是要解凍之後再煮的 不過大家在做這個炸蝦或者雞塊的時候 就要小心了 在油炸前一定要用乾淨的 廚房用紙或者毛巾 將食物的水分吸乾 再放入這個油鍋 而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油炸溫度 一定要詳細閱讀冷凍食品 在外包裝上面的說明 除此之外 還有些食物是解凍之後直接食用 例如生魚片、蛋糕等等 我們的總結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今後可以吃上 好吃的冰凍食品 好看 那麼調查到這裡 生活調查團提醒你 用熱水沖洗 的確導致肉中的營養素流失 如果必須用熱水解凍冷凍食品的時候 可以隔水去解凍 還有就是用冷水解凍 是要讓熱水解凍的 不同的冷凍食品也都有不同的適用方法 大家一定要記住 經過今次的調查 我才知道原來解凍裡面 都有這麼多的學問 好像用冷水解凍就會比熱水要快 還有不同的食物就有著不同的解凍方法 還有一些食物根本無需解凍就可以直接拿來煮 不知道家方朋友你們有學到沒有 今期節目時間到這裡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在生活方面 了解到更多的知識和常識的話 記得關注我們的節目 那下期同樣時間我們再見 拜拜